花一百万可以入住台北市信义区 你觉得有可能吗 最近位在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一个老公寓 遭到了法拍 底价一百零五万 平均一瓶只要七万 有五十多组的人抢购 那么原来只是因为这个住宅 它是只买得到地上全 所以也价格相对便宜很多 老旧公寓外墙斑驳 门牌号码还是用白色喷漆标注 但因为所处地段精华 近期拍卖非常抢手 顺头顺金的信义区 近期这栋公寓的二楼被法拍 底价一百零五万元 吸引许多人疯抢 原来是因为它只有地上全 建屋一共两层约十四平 换算每平只要七万 就算买不到土地所有权 还是引起约五十组人马争抢 更创下去年以来 双北加桃园投标人数最多的案件 最终得标价是五百三十八点八万 等于是底价再加四百三十三万 溢价率达四倍之多 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是非常的合理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当时的拍卖底价过低 我们的投报率如果以租金投报率来看的话 其实有将近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拍定价虽然超过四倍 但是它的租金投报率应该还可以维持 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 只不过地上全住宅虽然比较便宜 也不用缴地价税 但缺点包括有使用期限 到期之后要拆屋还地 转手价值低 贷款条件也比较差 如果我们的案件它是属于在精华区的部分 它的地价有可能相对会比较高 所以相对的未来的地租也可能会比较高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也有可能所谓土地的购买人 有没有可能去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部分 这个可能大家也需要去留意的 不过在房价居高不下 政府现在也要祭出概念类似的使用权住宅 利平上半年先在双北推出 让民众可以用较低的价格 跟政府购买两到三十年的房屋长期使用权 就盼能够解决居住正义问题